来到节目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谈论日本杯其他参战马 我们第一节就讲了三冠马王三冠马后 一对三岁这么厉害的马 不过在讲其他马之前 我们又收集了一个数据 就是讲一些参战马 近十架日本杯的参战马 对上那场他参与的赛事和成绩是怎样 有什么战线最美的 对 没错 我们都是讲留意战线 秋冠天皇上赢的五位 跑完那场跑日本杯 因为大家有东京赢马场举行 所以很多马都会继续过来跑 成绩都不错的 秋华上胜出了教育 因为刚才说了 龟虎人 杭牧那些都是赢完三冠之后 就过来跑日本杯搞定了 所以胜出了四十百分之后 其他的赛事京都大上电 今年都有姚满平赢完就过来跑日本杯 不过如果看完刚才的数据来说 对杭牧可能打了一点强心针 因为秋冠天皇上 原来你搞得定的话 日本杯跑得好的机会都比较大 有好东西 虽然我们认识的项目 休息久一点当然好一点 但是世事没有那么完美 那些赛期怎会遭你 但是你遭到状态也要跑 不要紧 抽好一点的档位 帮不帮到他呢 我们看回秋冠天皇上 我们那场赛事对他的信心比较大 一来就休息久一点 二来他的档位也不差 那次又霸到个好位 秋冠古马三关的第一关 秋冠天皇上 当时考上自己的强项路程 因为之前输东京 那些安田纪念 1,600而已 最不及的 2,000的确都不同了 但他赢的对手就很硬正的 创世区 气自豪那些 其实现在都不是说真是 幸目自己本身的实力去到多少 都不用再说那么多 因为真的证明很多 那现在真是最后一战了 因为都要挑战这个北部园区 他有个奖金的记录 也都自己看看能不能九胜 这个一级赛的记录 不过我们在秋冠天皇上看到他 好像的确和以前有点不同 那个超卷感就没有那么多 而且我始终觉得他回来的几步 比起以往是有点吃力了 很可能都征战这么久 而且曾经试过有发烧的影响过他 会不会去到现在的年纪来说 现在的行目比之前会有点下滑 我自己有点疑问的 拿着挑战第九项草第一级赛 其实他有两分二十秒六的世界纪录 二千四就是东京竞买场 就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一直都保持着的 但是如果听赛前李武华跳完的货 他说上一场秋冠天皇上是八成的 现在就九十九点九大概了 他说的状态 到底是不是真的如骑斯所缘呢 如果是的话 当然他这次排的当好 他可能在相较两匹三岁马 他会再主动一点点的跑法 因为你记得他赢了日本一场 跟着晨叶 一直吊着第二位 如果这次用这一招 他可能始终都是大家姐 那个地位都在 看看是不是 希望他做得到 跑出水准的当然有威胁 但是会不会 究竟现在有点改变了 这个真的是我自己有点疑问 这件彩衣就不止是幸目的 还有一匹姚满平 我们都很熟悉 香港平的盟主 今次他也有份上阵 不过他抽的档位就比较出一点 最近跑得不错 因为之前保重纪念大败过之后 之后在京都大上典 十月复出之后 这场就跑得不错 像这样 跟神叶 这只姚满平是川田将瓦骑的 两匹马 是一个新战 因为他跑完 姚满平跑完这场 就没有跑天皇上秋 直指日本杯 也都不打算回来跑香港平为面 如果今年回来 那天都十拿九稳 得这么少马 结果是挑战难道 参加这部日本杯 除了他占了姚满平 这件衣服 大家都知道 近年都真的很多好马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究竟他和行务哪只好一点 但也还有其他边线的 譬如那些基灵金花 马女的战线 其实他都是一匹非常准成 还有跑法也是相对灵活的 赢的那一份 他未必算算得很高 但经常都 二至到第四名 他经常会在 就是买二重彩的 你可以想想基灵金花 而且你说基灵金花 因为幸木和他 都是郭之荣马房 因为两只都是美袍这边受份 他们不需要坐车 走来走去 因为另外那两只 三冠马王马后 都是在律东那边 都要坐车过来东京这边跑 是的 最近都跑得不错 这一批是上届的亚军 他的跑法挺好 挺讨好的 你放心 喜布萨看到他 放在前面走 你最多嫌他什么 每次都走不掉 回来就输一批 他就是这样 这次的角色 会不会带着幸木跑 如果你的跑法上 因为大家都排内档 通常都是马房出一队 当然是一只先一只追 不过就比较难估计 他有时就喜欢跟着马跑 林忠怎么会被那只花火 赶过去 其实如果说好像 骑得硬朗一点 总是觉得他有一些冠军上 不过郭之荣 也继续很相信 津川明寿 所以一直都没有换人 也没有找外籍的骑士 去帮这匹马跑过 继续相信津川明寿 不过你说这匹马 好像总是贏不了 但是畢竟去年 有半杯 他也是亚军 希望今年跑得好一点 下再跑得好一点就坐正了 不过对手就很强的 真的不是可以这么容易过得了 除了机灵金花之外 其实有一匹 都比较神秘一点 上季我们见过他 在哪里见过呢 就是优马纪念的第三名 这一匹就叫做世界首映 上年跑完优马纪念之后 一直都不见了他 但是其实看他写优马纪念赛 他真的跑得不错 因为那场马 他组断的形势比较差 世界首映就一直在尾 赢完菊花上 就跑优马纪念赛 他兜的那个弯就大了 前面的雍容百豪 龙神哲庆那些都很厉害 他打开难 追上来 三岁 他先机就失去了 其实都没想过 他可以上回前三名 但是其实你看一下 不是说真的十分要猛力吹拆 那些来的 这一马越奇越有的 当地的传媒报道就说 其实这一马没问题 也没有任何伤患 是决定可能跑完那场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用力比较多一些 用力比较多一些 决定就长头 中间一场热身赛都没有 其实他原本都打算 可能会来跑香港国际赛事 但是最后都是在日本杯中出击 这一批就肯定够了气 因为大家除了见他有马纪念之外 实际上他是对上一年的谷花上冠军 即是跑到三千都可以 不过当然了 究竟隔了一年没有跑 究竟发生什么事 就不知道 不过我们不是没有这些成功例子 之前气自豪隔了一阵没有跑 能入到离三甲 所以这马其实我都觉得有些机会 可以堵乱到大局 至于其他的马 有些在其他的场合都跑过 例如奇燕子 笑一笑 这些 说开笑一笑 这个岩田康城 跑大赛有时真的不要小看他 上次真的是 比橙红色都可以耿着个第四 说到日本杯的历史 骑士是一个武风行四次 岩田汤乘人三次 两位大哥最识的赢日本杯 这马今季进程跑这场春季天皇上 然后之前赛前的阿根廷杯 跑得不错 看看当时三千二有点严长 我觉得他在终点前又没有冲那么厉害 反而东京二千四 二千五 刚刚好 现在追溯 一直都转弱的贴栏 回来 上次阿根廷杯那场二级赛 输给什么马 又是杏木那件衣服 阿根廷杯那一只二级赛 因为那一只都很厉害 原本是跑三冠的大赛 但有伤之后跑不到 你输给那一只 全场回一只三岁马 我觉得一点都不失礼 回来笑一笑而这么近 边线机会都是可以考虑的 刚才说了那么多马 好像近期有些马 都参加过不同路程的赛事 我们有个数据 可以集合到 就是说近年 究竟赢日本杯的马 他们对上之前 跑过陶程的成绩 他怎么分布法 我们都有的 最重要是要赢2400米 或者以上 你看看近十届 双南摩平就没有试过 一跑2400米就立刻搞定 通常都有很多经验 譬如杏木赢完像树的 都是赢到日本杯 知事上年也是 都是赢过 有路程根据 你说突然跳程上来 真的难度很高 如果大家没证实过能力的话 要赢不是没有机会 但可能是比较低一点 这个数据其实都挺重要的 大家可以查回这么多参战马 哪些在这些路程曾经有成绩 应该能够成功的机会是比较高一点的 好了 这场赛事看来就不一定是三匹 我们很注目的马就控制了大局的 似乎有点暗涌 如果一人选一匹的话 怎么选呢 如果说选一匹 除了那几匹之外 机灵金花始终都是准成的 上阶跑过第二 还有今年的进程 只是跑两场新赛 虽然他没赢过2400 就是在签马的打比 即是像树 之后日本杯都试过2400 上名 如果赢的数据 他是回答不到 但也说上名 边线二至四名 会选到机灵金花 三强来说 铁铁奥天似乎赛职上 是证明比较多 实实在在 还有他抽到六档 2006年爸爸大震撼 赢日本杯 都是抽六档的 这个数字都挺有运 今次就跑东京 东京都好 两战都是赢的 看看这只铁铁奥天 始终是三冠红马 还有信尼玛斯 因为你看回马匹体重 其实今次出回来 就没什么跌榜 加少少 希望体力都保持得到 如果这三强里面 我都是倾向铁铁奥天 多一点 但其实贸勇兼备 我们刚才看过这么多数据 其实都挺对决的 应该都是正常正路 要选回马医 因为他都没输过 不过今次想说多一部分 就是边线一点 外围一点 就是笑一笑 因为上一年他跑日本杯 的确是跑得挺好的 有日本杯经验先 还有有时大赛港骑士 刚才街上都提过 日本骑士得武风 岩田康城 赢过日本杯而已 即落到场 自然会跑 当然能力上 你说要他赢了三匹最强的 我又觉得未必做得到 但是这二三名 我真的不敢小看他 因为一里冠军 赛年橙红色 蓝田康城都可以拿第四回来 下风下风到这样都可以 那这些笑一笑 如果相比橙红色 他的能力应该是高一点的 谋一下那些二三名 或者有些机会做得到的 好了 日本杯就聊完了 大家记得留意开跑时间 也是 星期日沙田日马 举行到第四场之后 就会有日本杯看的 2点40分 大家记得留意了 好了 今天聊完日本杯之后 就相隔一段时间 先再跟大家见面 下次是什么时候呢 去到12月底 跟大家谈有马纪念 我们约定大家 12月底再跟大家见面